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可是不幸中的万兴啊 嗯 二哥李锦辉呢 1949年后 在中国音乐研究所 做特约的研究员 据湖南作家网 李锦辉的艺术之路记载 后来呢 文艺出版机构 还接到了内部文件 规定李锦辉的东西不能用 因此呢 李锦辉只能从事 搜集整理民间音乐的工作 李锦辉的家也多次被超过 他毕生用心血凝结的音乐手稿 书籍和资料 在破四旧那个疯狂年月中呢 就被全部的损毁了 他还被扣上恶霸班主 武厅把头 破坏革命等这样的罪名 那个时候呢 身体虚弱的李锦辉 被残酷的皮痘迫害后 病情加重 在1967年的时候呢 就病逝了 李锦辉就太不信了 嗯 老三李锦药 采矿高级工程师 1953年 已经年迈的他呢 自告奋勇的 接受了当时 中央交给他的任务 让他带一般人 去海南岛探矿 第二年呢 不幸并故在海南岛的 矿厂考察工地上 嗯 老四李锦辉 是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及出版工作 为促进 中国的平民教育的普及工作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49年后呢 曾经担任过 湖南省教育局局长 1954年呢 出任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 副总编辑 不过呢 他没多久就病逝了 他们俩还好哈 没受到什么冲击 是啊 老五李锦炯 是铁路及造桥工程师 上世纪的30年代 曾经领导设计 并建成了中国北方 第一座大型铁路大桥 鸾河大桥 在1965年的时候呢 他因为写了修筑西藏铁路的设计计划 在文革中就被打成走资派 而且呢 送到了武器干校劳改 儿子也被关进了牛棚 这样也要被迫害啊 对啊 连作嘛 儿子都被迫害 老六李锦鸣呢 是北京艺术专科学校 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 作家 30年代的时候 曾经加入过左联 1958年反右期间被批斗 并且被清理回原籍贤局 文革的时候呢 他再度被抓 一直到1981年 李锦鸣的侄子呀 陪同海外归来小叔李锦阳 回湘潭探亲 才发现六叔李锦鸣 还被关押在牛棚里面 李锦阳找到了湘潭县的县长 才把李锦鸣给放了出来 关这么久啊 是啊 老八李锦阳呢 是离世八军中唯一健在的 他很早呢 就被大哥李锦锡 送到了美国的著名大学 耶鲁大学 主修的是戏剧 而且呢 取得了硕士学位 李锦阳在毕业之后呢 定居美国 他的第一部英文小说 花鼓歌 曾经荣登美国的 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 后来花鼓歌被改编成 百老汇的音乐剧 并因此作品获得了 奥斯卡奖的提名 哇 真挺害 但是呢 也正因为这首花鼓歌呀 当时在中国大陆 被视为对抗毛的 这个农民运动 所以李锦阳被拒绝回国 直到1981年 他才被允许回大陆探亲呢 其实这也是一种迫害嘛 不准再回来呀 也是一种迫害嘛 对不对 当然呢 排行老齐的李锦光 和陈歌欣为代表的 这个海派流行音乐 49年以后啊 在大陆就被消失了 李锦光呢 也因此停止了音乐的创作 我们现在找到了这首 《送我一只玫瑰花》 这首曲子呢 是1958年呢 李锦光根据新疆的名歌 改编的一首舞曲 这个恐怕也是一代歌王 留给世间的最后一抹余晖了吧 这首曲子呢 《送我一只玫瑰花》呢 这首曲子是采用了 Tango和Lumba 这两种西洋音乐舞曲的 这种节奏型 后来呢 这首曲子在法国电台播放 有人就戏称啊 中国的黄色音乐 都跑到法国去了 怎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1949年 中共建政以后啊 李锦光在上海 三四十年代 所创作的歌曲 几乎都被认定为是 所谓的黄色歌曲 所以在后来的 历次政治运动中 李锦光都受到了迫害 美国巨星 克劳斯贝 也曾经演唱过这首 《送我一只玫瑰花》 那个时候 李锦光啊 本可以去领 五十万美元的版权费 他还讲过呢 拿到了这笔钱以后呢 可以捐半价飞机 那他拿到这笔钱了吗 根本没有啊 为什么 李锦光跟陈歌芹一样 他们当时啊 都是被专政的对象 怎么可能出国呢 所以他们根本都没有拿到自己的版权稿费嘛 挺可惜的啊 嗯 后来又出现了很多批判李锦光的大字报 讽刺他是耳朵大王 说他是汉奸 特务 黄色歌曲 黑干将 等等 他被迫参加上海唱片公司领导人的批斗大会的陪斗 他站在唱片公司领导的后面 挂着很重的牌子 戴着高帽 他还多次被抄家 家里所有的照片 书籍 珍贵的创作手稿都被一扫而光 包括李江兰曾经送给他的一套日本的四喇叭音响 也未能幸免 太过分了 是啊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李锦光在文革中没有挨过打 但是呢 造反派却以他创作的黄色歌曲《臭不可闻》为理由 强迫他去打扫厕所 叫做以臭攻臭 让李锦光啊备受精神折磨 所以李锦光被迫在唱片公司扫了很多年的厕所 那李锦光怎么办呢 李锦光只能是不断的检查自己的所谓的反动思想吧 当时他的生活也是很困难的 每个月的工资呢 也就是50块钱 而且全家四口人就靠这个钱来过活 不够生活费的时候呢 就只好变卖家里的一些东西 还有就是借钱度日了 这日子是过得紧巴巴的啊 是啊 在1970年的时候呢 造反派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勒令李锦光退休 被退休以后呢 李锦光拿到钱就是很少很少了 只能是战战兢兢的过着那种辛苦的日子 再也不敢写任何歌曲了 文化大革命不仅是李锦光写的歌曲 仅止演唱 其他人的歌曲呢 只要是稍稍带有人性的这歌曲都不准唱了 甚至包括这个儿童的歌曲 民谣也都被消失了 只要是上头领导一声令下呀 再珍贵的东西也都会在转身之间化为灰烬 老上海的唱片呢都被复制一句 当时的中国呀 除了毛的语录歌和歌功颂作的 所谓爱国爱党的这个红色歌曲之外呀 就是样板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爱着夜色满满 我爱着夜色满满 夜爱着夜音歌唱 但爱马过一般的梦 又抱着夜想 温柔夜来想 又为你狗唱 我为你狗唱 又为你寂寥 直到八十年代的时候 台湾的著名歌星邓丽君 再度的翻唱了《夜来香》 才让这首歌曲得以重见天日 邓丽君演唱的《夜来香》 走进了中国大陆的千家万户 当时已经年迈的李锦光 听到了这首歌曲之后 更是异常的感慨 中国大陆在经历阶级斗争 反右运动 文化大革命种种靠劫后 突然想起了沉寂多年的《夜来香》 这首优美抒情的旋律 引起了广大民众 对过往美好的 无尽回忆和内心的共鸣 终于可以享受这美妙的歌曲了 那是啊 那你会有一种自由的抒情的空间吗 但是呢 中共怕引起人们的遐想 再一次迫不及待地 查进了《夜来香》 把它视作为是精神污染 汉奸歌曲和反动 亲日歌曲等等 给它贴上了这样的标签 可怜的《夜来香》啊 真是磨难太多了 是啊 但是呢 不管是李香兰的《华美大气》 还是邓丽君的《诗情画意》 他们演唱的《夜来香》啊 都已经深深地沁入了人们的心里 那是根本谁也无法抹去的 正是青山遮不住 必进东流去 是啊 李香兰虽然定居日本 但始终念念不忘李锦光的栽培之人 他曾经多次邀请李锦光去日本访问 只是当时的李锦光啊 挨斗的时候呢 别说出国了 就连家门都轻易不得出入 是 直到1984年呢 李锦光才获得批准到日本去访问 1992年 李香兰再次踏上了他熟悉的上海 来看望李锦光老先生 他们重逢在上海的花园饭店 夜来香又一次想起 他们终于又见面了 是啊 李香兰搀扶着85岁的李锦光 热泪盈眶 恍如隔世啊 1993年1月15日 李锦光在上海逝世 中年86岁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1989年12月1日首播了中日合拍的电视联系剧 别了 李香兰 李锦光的夜来香旋律贯穿全剧 这首备受折磨的夜来香 从黄色歌曲反动亲日歌曲 最后又变成了中日友好之歌 这是让人无语啊 嗯 是啊 李锦光创作的夜来香 完美的演绎了中华儿女的这种情感 文化人士呢 常常把这首歌曲和众人皆最唯我独醒的闲事意境连接起来 据说夜来香曾经有80种以上的版本 目前呢 还有日本版韩文版的传誓 夜来香那优美的旋律 至今久久的回荡在人们的心中 难以磨灭 听众朋友 一代歌王李锦光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 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 医院体质父汤飞凡的故事 欢迎您到时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